春季温度回升是腮病的高发季节 那么如何观察鱼腮情况识别鱼病呢? 这期视频详细为大家介绍几种腮病以及对应的治疗办法 第一种是细菌性腮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菌腮 菌腮的症状是鱼离群不吃食,上浮,呆滞,并且腮丝发白 导致菌腮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点就是新鱼不做检疫,交叉感染 第二点,水质里面有害菌过多,引起鱼被粘球菌、柱形菌或其他细菌感染 特别是温度在18到25度左右,菌腮最为盛行 第二种是寄生虫性烂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腮 它的典型特征就是鱼集油、蹭缸 提表连液增多,腮盖打开 寄生虫过多,我们打开腮盖,甚至可以看到寄生虫 一般虫腮是指中华枣、车轮虫、血管虫和止环虫导致的 那么第三种就是霉菌性腮病 霉腮是真菌感染引起的一种腮病 这种腮病跟菌腮有点类似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菌腮和霉腮 因为它们一个是由真菌导致的,一个是由细菌导致的 它们的用药是不同的 霉腮的典型特征就是于上浮待至不吃食 并且腮盖打开,里面有白毛状的物体 腮部长了水霉一样 严重时,腮部内有枯梳状的物质 腮部或成苍白色 导致霉腮的原因是水质里面的真菌感染导致 所以我们要做杀真菌处理 那么今天,徐宝宝给大家推荐一个针对菌腮、虫腮和霉腮 这三个产品是我日常给鱼用到最多的 除了治疗、腮病 并且也可以用来给新鱼检疫、水体杀菌、鱼体杀菌和日常的蛆虫 它们的成分非常温和 可以直接下到鱼缸 每100升水下5毫升就可以了 现在春天,虫菌非常活跃 大家都可以备一份哦 确 老 老 柠檬